人民行动党在上届大选引进的22名新议员表现优异 社委政坛职务的政坛新秀也有显著的贡献 李显龙总理相信来届大选党员都能够做足准备捍卫国会议席 记者薛书会报道 继上一届党大会发表演讲后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生在本届大会上再度发表讲话 表现赢得总理再许 总理呼吁党员坚守信念 在制定对国家有利的决策时 一定要站稳立场 我们是人民行动党 不是人民讲话党 阐述说服当然重要 努力耕耘工作争取更为重要 本届党大会还有另外六名党员发表演说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会报道 也是行动党组织秘书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生说 执政党的优先考量是确保在下一届大选之前 国人可以很肯定的说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 不过陈振生说政府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 必须同时让人民为自己寻找方案 这对建立国家认同感是关键 另外改善沟通以及维护共同空间 让人们发言也至关重要 感谢观看